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米亚的魔王空间 今天我们不开七龙珠 我们不开开这一王 所以没有兴趣的观众你们现在可以推出去好了 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由 第一财团在这个机动战士钢丹40周年期间所推出的 Andy Reto R2S Nana Hazini 干巴 现在先让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钢丹的比例是1比114 当初的预购价是25令吉 但如果没有预购的话 现货其实也不会太贵 只需要区区的30令吉左右 那说起这个钢丹 其实我小时候一开始触碰模型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钢丹带我入坑的 讲到这里我就不由自主的 我想拿出一些我一点点的私人小收藏 来跟大家分享 来顺便做一个对比看看 这一盒是于1980年推出的 原主钢丹最初代的模型之一 不过我的这盒是1993年再版的 这一盒就真的是1983年制造的 Real Type原主钢丹 从包装盒上的展示图来看 就看得出这个经历了40年的钢丹带 不论是在美形度方面还是在可动方面 都有着相当大的进步 打开内容物 旧版的就只有单纯了两个铜白主体颜色 其他的颜色完全是需要自行涂装来完成的 关节部位也很明显的看得出 就是直接与曲体是一体成型的 而新版就完全是截然不同了 直接把这个原主钢丹的标准配色 分别做了分件注模出来 关节部分也是直接分件处理的 OK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宿主 这一个RS782的原主钢丹 可是 这样简单的模型 由我来装的话 我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为了增加难度 我今天请来的一位特别来面 掌声欢迎 曾姐来自Milong Planet 哈啰 我是曾姐 我是蛋姐 你认不认识钢丹这个东西? 不认识 不认识 从来没有玩过 那今天这一个模型 我就交给你来组装了 有没有信心? 没有 其实我也很怕它会弄坏 所以我为了安全起见 我preorder的时候 我特别order了多一盒 不认识钢丹 不过这个钢丹呢 我是对你有信心啦 你应该装得到啦 这个钢丹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外号 叫做 原因就是 号称 零工具 零涂装 零贴纸 就可以完成一个 极度还原 还有超高可动性的一个 钢丹模型 有没有信心? 一般一般啊 一般一般啊 好啦 来啦 先装头 然后再装身体 来吧 放下去了 对 来这边A2的第几样 16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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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了 现在再拆这个 我比一把 比一卷 哦 然后就它的这个腰部 对 对 对 不用怕 啊 不用怕就是这样的 对了 手臂的这个关节的部分 装下去 要对准方向哦 你看它后面有一个 有一个凹槽 然后我们 会硬的 裙甲 对 对 那 你 还有一点 嗯 可以增结一个特写 它终于完成了 终于完成了 终于完成了 怎样 完美 所以这个叫什么 钢弹 这一个是RS78-2 远祖钢弹 第一代的钢弹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钢弹的整体表现到底是如何 高度从脚底到头部天线为13公分 造型方面我觉得是相当的还原的 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多种的分色套件 也让这个钢弹在宿主的情况下 也是非常的粗彩 尤其有两个部分是让我特别意外的地方 首先是挂布这个V字型的部分 不到两毫米的地方 它基本上给它做了分色分件出来 相当棒 下来就是这个眼部黑框的部分 它其实是用了一种裸空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这个真的是用了一个非常棒的巧思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呈现一个最棒的效果 那关节部分呢 其实它使用的只是普通的PS数值 并不是我们所谓的那个PE或者是ABS材质 可能是价钱还有这个商品定位的关系吧 所以才不会用上这些材质 武器配件方面呢 就只有标准的步枪还有盾牌 没错啦 没有光速键 没有流行锤 这方面还是让我觉得比较可惜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产品的主打 所谓的超高可动度到底是表现如何 首先是头部球形关节360度旋转没有压力 然后它有一个颈部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没有问题 低头的话就因为前面这个胸甲的关系 所以低头幅度不是很大 抬头呢 却可以因为用到这个颈部关节可以抬得这么高 所以可以做出一个类似于在飞行时抬头看前面的一个姿势出来 手臂部分呢360度旋转没有问题 这头肌这边也有一个360度旋转可以往前 超过90度 拳头的部分呢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360度旋转没有问题 稍微的往后往前 往左往右 还可以有一点点 手臂平抬 90度 你们觉得还不够是不是 这边还有一个关节 再把它往上抬 直接去到了180度 那腰部的话呢是一个双球形关节 那我们稍微把它掰松一下 OK 往左 可以去到这样子 就是往右 也可以去到一个不错的角度 那往前傾呢 角度也是非常的大 当然后面的话会有一些缝隙啦 可是没办法啦 这么小比例的模型呢 要求也不要太高 往后呢也可以傾到一个 还算是不错的角度啦 应该还可以在后面 可以啦 极限了 往后就是这样 腿部关节的话呢 把这个裙甲 掀起来 往前踢 可以去到90度 收起来呢 双关节 往后踢的话呢 就是这个裙甲 是定时的 所以没办法去到一个很多的角度 最多就是这样啦 侧踢这个裙甲 也是稍微给它新开来 可以去到 差不多90度 只要按的接地性也是相当的不错哦 左右可以去到一个蛮不错大的幅度 往后可以提到这样子 那往前呢 大家来看哦 呃 呃 呃 这个看单变成microgestion了 那在展示过这些超高可动度的前提下呢 这个模型呢 能够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 摆出任意的姿势 好 呃 呃 呃 最后给一个整体评价 那我以一个小比例模型的标准来说 正版后价位清明超高水准的造型幻元度以及可动度 光光是这几点就足以让我在满分十分的情况下 毫不吝啬的给到你的9.5分 那各位观众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欢迎留言不论 非常感谢今天真杰来帮忙组装这一个干单 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这个Milok Planet的频道记得开启下的一档 同时也去追踪我们的IG跟面书专业 拜拜